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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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开始讲课 听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 我们为了读化一切众生 发誓成佛 为了成佛 我们今天听课 然后精进地修心 总有一天 一定会成佛的 成佛的时候 读无量的终生 这样子发菩提心 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 我们继续讲今天的课 那今天的课我们接着昨天的这个课继续讲 这个圣道爆满轮当中的这些内容 我们就继续讲 那么昨天呢 我们讲了这个四个遗址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 今天呢 还有几个 没有讲完 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 这四个遗址当中呢 我们昨天已经讲了七个遗址 现在是这个第八个了 第八个遗址 第八个遗址是说 平时我们要一直 这个对自己的修心 有理的一些这个 这个修心 心善 做善法 做善事 或者是一些欣慰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有些行为 比如说有些 比如说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剧力资量 像磕头啊 公曼茶啦 等等都是很重要的 然后其他的 就是所有的这些剧力资量 都是很重要 但是呢 证悟了以后呢 证悟以后 以什么为主呢 就是以大作为主 还没有证悟之前 在还没有证悟之前呢 除了修出力心和菩提心以外 我们还要去做很多 这些像磕头啊 还有这个像方神啊 等等 这些都是 都是积累资量 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 多积累资量 那这个资量就帮助我们 尽快地成 尽快地这个证悟 对我们的证悟有帮助 所以当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 要积累资量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证悟了以后呢 以大作为主 大作是最重要的 证悟了以后呢 我们还不大作 证悟以后不大作 然后去磕头啊 去做这些事情的话 这些像年轴啊 年很多轴啊 还有这个磕头等等 还有这个尖苗 尖寺庙 尖寺庙 然后就是这些少像 拜佛磕头 这些平时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证悟了以后呢 我们要减少 减少这些 没有证悟之前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所以我们 证悟加性的时候啊 证悟加性的时候 要功班差 要大礼拜啊 各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前行当中啊 这个非常的强调 证悟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要修这个 修大作修心 修说证悟的这个境界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 什么时候 我们应该去做 什么样的这个心善 什么样的善法 这个也是有将就的 就是说 前行呢 当我们没有证悟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证悟了以后呢 也不是永远都修加性 那个时候呢 有修其他的 也就是修空性 这些都很重要 比如说 没有证悟之前 处理心非常的重要 菩提心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还没有处理心和菩提心呢 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当中啊 要培养处理心和菩提心 所以这时候的这个处理心和菩提心的修法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证悟了以后呢 处理心菩提心也重要 但是这个时候处理心跟菩提心已经 已经培养处理心 已经培养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已经有处理心和菩提心 所以这时候呢 以修空心为主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还没有真悟的时候 还没有真悟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已为真悟了 自己已为真悟了 然后就把这些磕头啊 脸肘啊 这些夹心方面全部都放齐 然后就是就自以为是真悟了 自以为在修空心 但是呢 实际上没有真悟 实际上没有真悟 自以为真悟 所谓的真悟是什么呢 就是心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心静下来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们的内心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思维 精神的活动 所有的活动 突然间停下来的时候呢 然后就有一种 就有一种境界 就有一种语言 不好表达的一种境界 语言不好表达的境界 这个 但这个跟空心 平时我们讲的这个空心 比如说六祖贪经 还有大圆满的这些很多的 佛经 经典 和波日波罗蜜多当中也讲 不可死 不可厌 空心的境界也是 不可死 不可厌 那我们突然间 所有的思维 停下来的这种状态 也是 不可死 不可厌 这个时候这个境界 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的话 就是有点不好表达 所以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觉得自己 自己争悟了 自己争悟了 这时候呢 就把放弃这些 出离心 菩提心之类的 这个潜心的修法 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啊 永远都不会 永远都不会有进步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自己 以为这个就是境界 这个就是证悟的境界 然后一直都停留在 这个境界当中 然后把这个 处理心 菩提心 关于这方面的 所有的修法都放弃了 那放弃了以后呢 就不再积累资粮了 不再积累资粮 自以为是在修空心 但是实际上不是空心 那永远都停留在 这个状态当中 没有进步 这样子的话 永远都没有 证悟的 没有证悟的机会 所以这个证悟和没有证悟 这个必须要分清楚 这个很重要的 证悟和没有证悟 比如说中观 中观里面讲的 或者是我们平时讲的 这些比较简单的 这个空心的修法 像人物我呀 法物我呀 就像灰灯之光里面 讲了很多 这个空心的修法 这些绝大多数都是 都是显宗或者是中管的 这个观修的方法 观修的方法 所以这个就不会有太多的误曲 观修的方法呢 是非常明显的 自己去观察 观察了深深的体会到 是空心的时候 就在这个空心的状态 或者是这种空心的感受 就是有了一个一切万事万法 都是空心的 这种感受的时候 就在这个感受当中停留 所以这个不会有太多的误曲 一般都不会有太多的 宛如比较简单的修法 这也叫做胆孔的修法 从我们佛教 打成佛教的中观的 中观或者是更高的境界 就像密法的这个境界来说 这个是很低的一个境界 但是对我们来说 这个已经是非常好的修法了 所以这个不会有太多的误曲 但是像大圆满这样子的直秀 不是观秀 也就是说不观察的这些修法 一开始的时候 经下来的这种修法 修大圆满的人 他们也很多人也会走顽炉 有无趣 修大收音的 修大收音的 也很多人也自以为真物了 但是没有真物 就是因为这样子 就走错炉 还有修禅宗的 也是一样的 修禅宗的 因为禅宗它也是直秀 而不是观秀 所以很容易走错炉 那么这个时候 必须要有 我们之前讲过了 必须要有经验非常丰富的 或者是自己整无的赏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把自己的所有的 修心的经验 经验 然后就向上师回报 这样子以后 让我们的上师来确认 这个是真物 还是餐丁 就是这样子 自己很多时候都分不清楚 所以这个也有一个错处 就是这样子 这个很重要 这个时候我们自己以为真物了 实际上也没有真物 然后把这些所有的磕头 等等积累资量的这些方法 都放弃的话 这个很可惜的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注意 但是如果真的是真物了的话 真的真物的话 那就是从真物以后 可以慢慢地减少 这些像磕头 念肘 这些不需要太多 不需要太多 这个时间 实当地安排一下 以大作修空心为主 其他的就是 实当地安排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的修行 这样子的修法 还有对自己的修行有利的 比如说修餐丁的时候 修餐丁的时候 修四餐八丁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大作的过程当中 修四餐八丁 然后从餐丁当中出来了 以后 包括吃饭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 等等 这个时候 不能去思考太多太多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们大作的时候 就修四餐八丁 然后出来了以后 就去学银铭 就是因为银铭是要思考的 这样子的话 大作以后 我们思考的太多了 以后思维 就是思维的活动太多了 以后 等一下我们大作的时候 心静不下来 这个是有影响的 有影响 然后大作的时候 大作的时候 也不能修餐丁的时候 修餐丁的时候 不能有太多的 比较强烈的运动 身体上的运动 这个也对人心平静 有影响的 有影响 所以这边讲的这些 就是这个 我们修什么样的法 修什么样的法的时候 就以什么样的修行 来帮助修法 以什么样的修法 来配合修法 大作的过程当中 这个修行 是在我们作间 或者是出作以后的行为 要配合的 比如说我们 修菩提心的时候 大作的时候 修菩提心 然后不大作的时候 出作以后 我们多了解一下 终生的痛苦 比如说到屠宰场去看看 这些宰杀的 这些终生的痛苦 还有就像养鸡场等等 就是到这些地方去了解一下 这些终生的痛苦 还有到菜市场去看看 就是到水禅市场去看一看 这些鱼之类的生命 这些生命的痛苦 要去看一下 了解一下 这个就是对我们的慈悲心 是有帮助的 是有帮助 然后修出力心的时候 修出力心的时候 大作的时候修出力心 然后出作以后 去多了解一下 生老病死 到医院去看看这个病人 到养老院去看看 这个帅牢的痛苦 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大作时候的 所修的经节 所修的法 跟我们出作以后的行为 这个是要结合起来 这样子以后 我们的修行的进步 比较快 这是另外一个平时 我们修 比如说修上师瑜伽的时候 修上师瑜伽的时候 多看看 过去的这些上师们的专辑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看看过去的这些上师 过去的这些成就者 他们怎么样意志上师 他们在意志上师的过程当中 怎样坚持 吃苦 精进 修心等等 像米拉尔巴的专辑之类的专辑 也要看一下 然后了解一下 这些过去的上师 高僧 大德 他们的解定回 以及他们的其他的功德 去了解 这个也是很有帮助的 修上师瑜伽的时候 就是这一类的心畏 这一类的心畏 要移植修法 修什么样的法的时候 比如说修慈悲心的法的时候 那我们就应该移植 跟慈悲心有关系的这些行为 和跟慈悲心有关系的这些思考 这个很重要的 出离心也是 这个是第八 然后第九 如果这个时候 这是针对上师 针对三知识讲的 不是给我们普通人讲的 如果是要失守弟子的 当上师的人的话 那就是要这个时候需要移植 移植什么样的 这个 这个 弟子呢 第一个 弟子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有 有这个 信心的 有信心 信心非常 非常这个 简定的 第二就是 有这个 因缘 因缘就是说 有根基的 也就是说根基比较成熟的 就是这个意思 根基比较成熟的 需要 需要培养这样子的 这个 弟子 需要培养这样的 弟子 才能够 这些弟子 以后 就可以成为一个 对终生 有利的人 对终生有利 就像米拉尔巴 就像这个 马尔巴的 弟子 米拉尔巴 米拉尔巴的 弟子 就是 刚博巴大师 这样子 以后就能够 培养出这样子的 弟子 也就是说 没有信心的 弟子 就是没有信心 对上师 没有信心的 就是 如果培养这样子的 弟子的话 这个是 培养不出来的 最后 对上师 生起各种各样的 邪尖 然后上师跟弟子之间 发生一些冲突 这样子以后 就更严重的业 所以这样子的弟子 就是发现 这个弟子 没有信心的时候 就是要 让他离开 让他离开 不能医治的 不能培养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根基不成熟的 根基根本就不成熟 根基不成熟的 什么样呢 就在大乘佛教里面 这个叫做断根的 断根 断根是什么样子呢 这是断绝 毁根 或者是根基的 这个 韦诗宗跟忠观 他们两个的观点 不一样 韦诗宗跟 忠观的观点 也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 也没有太大不一样 主要是 小乘佛教 跟大乘佛教的观点 不一样 大乘佛教 他认为 这个终生 终生当中 有没有端根的 有端根的 但是这个 所谓的端根 就是暂时的 暂时的 他没有一个 永久的端根的 因为 忠观 他认为 最终 所有的众生 都要成佛 他不但是成 阿罗汉 所有人 所有的人 包括动物 包括其他的生命 都要成佛的 最终 都要成佛的 所以这个里面 没有一个 永久的 断根的 只是 暂时 暂时 断根 然后 小乘佛教 他不认为 所有终生 都要成佛 他认为 一部分的终生 会成佛的 一部分的终生 会成为 阿罗汉的 所以他认为 这个 终生 当中 也有 有些是 端根的 永远都没有 办法 解脱的 永远都没有 办法 解脱的 这样子的 终生 但是 达成佛教 他不承认这个 那端根的意思 是什么样子呢 他并不是说 不法菩提心 也并不是说 不能真无空心 这些都不能说 还不够那么严重 那是什么呢 就是根本就不 不愿意学佛的 根本就不愿意学佛的 根本就不愿意 接受 佛教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 理念 比如说 轮回 也不接受 然后呢 这个英国的观念 也不接受 那么出力心 菩提心 空心 这些就更不接受 根本就不学佛的 完全是不相信的 除了这个不学佛 以外 还有 还有就是 根本不想做善事的 如果不学佛 但是是一个 很善良的人的话 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佛教呢 他不会说 就像其他的宗教 一样 不学佛的人 都不会解脱 不学佛的人 都会躲地狱 他不会这么说的 学佛了当然好 如果不学佛 不学佛 他做一个 很善良的人 做一个好人 做好事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个人 他也不会躲地狱的 英国 英国 是一个非常工整的 英国是非常工整的 所以这个学佛 不学佛 跟这个 不能不能说 不学佛的 都会躲地狱的 不学佛 但是他做善事 尽量地 不做 杀到阴亡 然后尽量地 做善事 这样子的话 英国永远都是不序的 所以他 接受 这个英国的观念 也可以 不接受英国的观念 也可以翻 他做这些善事 那么就是 善有善宝 善有善宝 所以 他虽然是没有学佛 但是也会有 也会有这个 这个善宝 这个不叫端根 但是根本就不愿意 欣善的 根本就不愿意欣善的 有些非常野蛮的人 就是杀到阴亡 就是这些不正当的手段 来猛神 根本就不接受 这些善的理念 这种人 其实这种人是很少的 非常非常少的 那么这种人 叫做端根 这种人叫做端根 这种人 他也不会去当弟子的 他也不愿意当弟子的 所以不是说这种人 这是说端根 真正的端根是这样子 除了这个以外 虽然是学佛了 虽然是学佛了 但是就是不想修行的 不想闻死修行的 不想闻死修行 也不听佛法 也不思考佛教的交易 然后也不想修行 也不想解脱 虽然是皈依了 但是就是不想学 不想修行 不努力 不精进 没有出力心 不愿意发出力心 菩提心 不愿意修行 闻死修 这种人 作为弟子的话 也不会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不能守这样子的弟子 这个意思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不需要受弟子 这个是作为上师的 就是有这个要求 对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要求 这是第九 第十最后一个意志 最后一个意志 任何时候 时时刻刻 也就是说我们的信 竹作我 信周作我 这四个叫做 在佛教里面 这四个叫做 四个心位 信走 走就是出渊门 出渊门叫做走 行就是在 就在周边行动 比如说 就修禅的地方 修大左的附近 去三不 这些叫做 出渊门叫做走 左我 就是睡觉 就是这四个时候 这四个当中 这四个就叫做 四个心位 这四个心位 每一个心位的时候 都要有正直正念 正念 正直正念 正念 正念 是什么呢 要知道 就是在这个 心走 左我 这个时候 要知道自己 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应该做的是 可以做的是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比如说一个居士 守了居士五劫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 信走 左我 的时候 要持居士劫 不能杀到阴亡 然后在这个上面 守了菩萨劫的话 那就是有菩萨劫 十六条 二十条劫 那这些都 不能 不能违背 这些劫 然后如果 在这个上面 灌了定 灌了密宗的定 那就是有十四条根本劫 那这个十四条根本劫 也不能违背 这个行走 坐窝 这些任何一个时候 都要知道 自己该做什么 和不能不做什么 然后政治 就是这个是真念 然后政治 是要知道 当时 当时自己在做什么 要认识 要自当下在做什么 当时 自己有没有 做这个 违背 这些戒律的 这个事情 这个要清楚 否则的话 会翻解的 虽然是大乘佛教 非常的人心化 很开放的 但是这些戒律 它虽然是一种心事 但是这个心事 是必须要有的 有些人说 这些心事不需要 不需要这些心事 只要心虔诚 就可以了 性善良 就可以 这些心事 就不需要了 身体上的 包括身体的 语言上面的 这些约束 是不需要 有人说 这样子的约束 太多了以后 没有人学佛了 不敢学佛了 所以这些都是不需要的 这些都是心事 或者是有人说 这是国取的人 是这样子了 那我们现在 这个年代的人 就不需要这些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 当然 比如说 内心 已经 内心的境界 或者是修行的境界 已经达到非常高的境界 这种人 他就是不受这些限制 他不受这些限制 所以他的语言 他的行动 都不受这些限制 约束 不受 因为他已经超越了 在他的这个境界当中 受这些戒律 和不受这些戒律 在他的境界当中 完全是平等的 善与不善 好与不好 等所有的 是我们 我们凡夫的观念 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念 那这些佛菩萨的境界当中 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 所以对他来说 对他自己的境界来说 已经超越了 对他们来说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还没有 到达这样子的境界 我们还没有这样子 怎么搞的境界 当我们还没有 这么搞的境界的时候 这些心识 是非常需要的 必须要用一些这样子 来约束我们 约束自己 本来就是人 要不学佛的人 也需要有这样子的约束 以这样子的约束 来规范自己的欣慰 这叫做伦理道德 这叫做道德 这是时间的 跟佛教 跟宗教 也许有关系 尤其是没有关系的 时间根本不学佛的人 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约束 如果根本没有这样子的约束的话 那就是这个世界是混乱的 然后每一个国家的法律 也是来约束人 约束这一群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约束的话 那这个社会也就是很混乱 所以需要这样子 生活当中也需要这样子的约束 那生活当中 或者是这个世俗 需要这样子的约束 那我们佛 学佛的时候 也需要佛 学佛的时候 大乘有大乘的约束 小乘有小乘的约束 虽然这些都是心事 都是心事 但是这些心事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 目前我们的烦恼 还没有得到控制 还没有得到控制 更没有得到消除 这个时候我们的贪 嗔 痴 痴 每一个烦恼都是非常的严重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来约束自己的话 如果所有事情都随心所欲 这样子 那我们的烦恼 以我们这个烦恼的基础上 那做出来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杀到阴亡 杀到阴亡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学佛 自己也会躲地狱 躲恶归 躲这个旁生 这样子 然后对其他人也许有很大的伤害 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学佛 这样子的话 没有任何的这个约束 没有任何的约束 不能规范我们的行为 自己也躲地狱 然后也伤害 其他人 这样子的话 这个佛教 或者是其他的宗教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 都已经失去了 失去这个存在的价值 任何一个宗教 尤其是佛教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要创造一个 就是创造一个草积的心服 解脱 就是我们世俗的任何一个哲学 心理学等等 世间的任何一个学科 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的 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创造的一个 这样子的超级的心服 他要创造的就是这个 这种心服 这个就是所有宗教 或者是佛教存在的价值 佛教存在的价值 如果我们以这些心事来 不约束我们自己的心位 随意地杀到阴亡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心善良有什么用呢 心善良 所谓的心善良 但是也杀 也倒 也亡 杀到阴亡都在作 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办法解释 心怎么善良呢 不可能 因为心不善良 所以去杀到阴亡的 所以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 修行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当中的这些烦恼 都是非常有理的 我们的所有的 关于解脱方面的这些观念 像出力心 菩提心 这些都是非常的脆弱 就是因为刚刚才开始 烦恼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而且就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 还是需要有一种叫做 截旅来约束自己 这样子以后 我们可以少酌罪业 多做三世 这个时候是必须要有这个约束 当然这个约束 就达成佛教 达成佛教 它是很开放的 比如说我们杀到阴亡 在正常的情况下 都不允许的 都不允许的 但是呢 比如说 比如说在大街上 我看到有一个人 就是马上就要饿死了 但是我没有东西给他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可不可以 就是在这个有钱人 就不上海 不上海这个人的情况下 可不可以在他那里 投一点东西 食物或者是钱 来给这个快要饿死的这个人 这个达成佛教里面讲 这个是可以的 没有追过的 不但是没有追过 而且是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 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考虑 不考虑 马上就要饿死的 这个终生的痛苦 然后我就考虑 我自己的身份 我怎么可能去偷东西呢 我如果偷东西的话 别人一定会说我的 然后呢 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 免质 然后你不去做 放弃的话 这个就是追过 这个时候 所以有些时候 偷刀就是追过 有些时候呢 不偷就是追过 这个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要看 看他的这个心态 他的发心 但是呢 还是要需要一个这样子的约束 这个约束是非常灵活的 非常灵活的 但是还是需要约束 没有约束 因为我们 反复是需要约束的 超越了反复的阶段 以后呢 不需要这样子的约束 其实这个时候呢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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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所谓的戒律 所谓的约束 都是来限制我们的身体 或者是身体上的一些心动 或者这个语言 还有呢 我们的一些思维 这个佛教里面的 他这些约束呢 他来控制 他要干涉我们的思维 法律 他只干涉 这个人的身体和语言 他没有涉及到人的这个心 人性 但是呢 佛教的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 尤其是大乘佛教的 绝大多数的这个 这个戒律跟意识的这个活动 有关系 他会干扰我们的干涉 干涉 我们的 不但是他干涉我们的身体和 语言的这个活动 而且他要干涉 这个思维 人的思维 因为他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范围 就是在反复 我们反复 初学者的范围当中 起作用的 超越了这个以后 因为这些 境界很高的这些人 他不会做这些事情 杀到阴亡 他不会去做的 所以 因为他不会去做 所以他不需要这些 不需要这些 显殖 这些阅俗 对他来说 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因为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 对他们来说 这个是不需要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 是需要 因为我们会去做的 如果我们没有截律的话 那么我们会去 做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 这个还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这个不能说 因为这些都是心事 截律也不需要了 然后 这些扫相 拜佛 就是意志上师 这也都不需要 那么我们最后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会说 我们是空心 那么实际上 真正的真无空心的人 他不会说这样子的话 真正真无空心的人 他不会说这样子的话 他知道 他自己真无空心的时候 他以什么样的方法真无的 他真无空心是靠什么力量真无的 他很清楚的 就是没有真无空心的时候 就是需要这些力量 那么他不会说 他就不会说 真无 这些约束不需要 他不会说这些约束不需要 说这些约束不需要 因为截律 这些都是心事都不需要的人 说这样的话的人 都是还没有真无的人 还不懂得真正的佛法的教义的人 才会这样子说 所以我们截律是非常需要的 根据自己的情况 能守什么样的截 就守什么截 能守居士截就居士截 如果能守五条截 那就守五条截 如果暂时不能守五条截 那就守四条截 三条截 哪怕是两条截 也是可以的 可以守 然后我们修菩提心 菩提心修好了以后 然后就可以修菩萨截 没有修菩提心之前 修菩萨截的话 不可能得到这个截 因为没有菩提心 没有菩提心的话 这个菩萨截是不会得到的 菩萨截它的基础 它的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菩提心 需要有一个表准的菩提心 有这个标准的菩提心 在这个基础上 守菩萨截 可以得菩萨截 没有菩提心 所以不会得菩萨截 所以我们一直都 知守归一截 还没有守菩萨截 以后呢 比如说我们在座当中 有十个二十三十五十个人 说自己有四十五菩提心 四十五菩提心 修得差不多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守菩萨截 也可以守菩萨截 所以这些都是很需要的 然后守了菩萨截 再去灌顶 灌顶实际上就是守弥陈截 灌顶以后守弥陈截 这都是一步一步往上走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修行才会有结果的 这是结律 那平时 我们这边讲的就是 平时在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我们佛教徒要注意自己的欣慰 要注意这欣慰 因为我们刚刚才学佛 或者是修行时间不是很长 那我们不做任何违背 对佛陀的要求 这样子不可能的 不可能 但是尽量的要求自己 尽量的以佛陀的这些 要求佛陀的这些截律 来约束自己 这个很重要的 否则的话 我们平时不注意的话 就是会反解的 很容易反解的 所以平时都要注意一下 那这样子 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这么紧张 这么要这么注意的话 这个就不是很辛苦吗 很累吗 可能很多人这样子 很多人想 但是也不是这样子 平时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在一些特殊的场合 或者是有可能 有可能违反截律的 这样子的场合当中 要注意 平时一开始的时候 就注意这样子以后 习惯了以后 这个也不是很难了 也不需要很紧张 截律也是一样 佛教的生活也是一样 不多极端 两个极端 两个极端 也就是说 那我们受这么多的截律 有时居士截 有时菩萨截 然后有时密宗 密称截 这么多的截律 那这样子这个人 是不是很紧张很紧张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这些法律 国家法律的这些条数 也很多很多 但是这不是每一个 这个不是我们每一次 都要去考虑这些事情 一般很多很多都不会去做的 很多都不会到这个淋雨当中 就是像菩萨截 也是这样子的 也是这样子 虽然是这个截律比较多 但是很多的我们 一般的情况下 都不会去做的 这些都是因为 有些特殊的情况下 会产生这样子的欣慰 但是不是经常 不是经常会发生的 所以不需要太紧张 太紧张 过度的紧张的话 那就是也就没有人感受截律的 所以不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 太随意了 就是说不需要受居士截 菩萨截 这些都是心事 都不需要 只要自己的心 虔证 修心就可以 这也是一种极端 这两个都不对的 所以平时都要在工作和生活当中 在自己的四个行为 四个行为都要稍稍注意一下 就是这样子 这是第四 十个意志 这一项讲的是十项意志 这个我们讲完了 那么下面呢 就是十项愿力 也就是十个愿力 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东西是要远离的 要离开的 不要不能接近的 如果接近的话 就是会有一些 导致一些不好的后果的 那这样子的事情 是有什么样的呢 就讲了十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 也就是关于意志上师的问题了 这个意志上师非常的重要 昨天前天当中都讲过了 那么今天的第一个原理的第一个 也就是思想原理当中的第一个 也就是关于意志上师的一个问题 因为意志上师 意志上师都是我们以后 就是以后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 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呢 全靠就是要靠上师 比如说我们意志一个 意志一个有菩提心的人 有菩提心的人 有大慈大悲的人的话 那我们慢慢也会有菩提心的 有慈悲心的 这个就是有感染力 菩提心 慈悲心都有感染力 一定会变成一个有慈悲心的人 如果上师他是一个真无的人的话 那我们慢慢也就可以真无的 如果上师没有慈悲心的人 那我们就移植一个没有慈悲心的人 而且就是非常坦财 非常坦财的一个这样子的人 那我们也就无心当中 慢慢地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之前没有意志上师 之前不这么坦财的人 但是呢 移植了以后呢 不但是没有学到好的东西 反而就是学到了不好的 就是这个也有这个正面的 负面的这个影响 都会影响到这个我们 所以这时候呢 所以选择这是很重要 所以昨天今天的这个课里面 都讲了这个关于上师 移植上师的这些问题 那么今天讲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意志了一位上师 当初的时候呢 我们认为这个上师 是有这个条件的 是一个标准的这个上师 我们也就是观察了 经过观察了 或者是没有观察 盲目的意志也好 就是在中途发现 发现有问题 这个上师就有问题 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他的所作所为一切 都是时间八风 也叫做这个时间八法 时间八法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简单的说 就是一切都是 所作所为一切都是 为了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时间八法 这个当中如果分开讲的话 就有八个 第一个叫做利益 利益是什么呢 就是金钱 就是上师是一个非常贪财的 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财产 金钱 这样子的话 这种上师我们也不能医治 然后就是甩败 或者是孙怀 比如说自己的财产 受到了孙世的时候 然后就非常不高兴 很不开心 然后就是想一切办法 想一切办法 不要收 给自己的财产 不要受到孙世 这种不是标准的上师 因为这两个都是跟金钱有关系的 这两个都是金钱有关系 然后鱼 就是名鱼 非常喜欢名声的 非常喜欢名声 所作所为 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名声 为了自己的名鱼的 这样子的上师是不标准的 医治了这样子的上师 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所以不能医治这样子的上师 第四个就是毁 毁就是毁谤 如果有人毁谤他的时候 如果有人毁谤这个上师的时候 这个毁谤也许是不符合实施的 也许是符合实施的 就是批评 遇到这样子的时候 非常不开心的 非常不开心 想一切办法 自己不要遭遇这样子的诽谤 所作所为都是这些 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这些 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 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鱼 名声 非常的害怕 自己遭遇这个毁谤 那这样子的话 这就是世间八分当中的一哥 所以不能医治这样子的上师 我们医治了这样子的上师 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结果 我们学不到任何的东西 前几天我们也讲过了 医治上师 什么叫做医治上师 医治上师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学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医治上师 在这上师身上 我们要学佛法 要学到佛法 那么上师身上 我们所发现的 全部都是世间八法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学到佛法呢 没办法学到 所以不能医治 这样子的上师 这是不论医治的 然后第五个就是成 成就是成长 民生是什么呢 民生是在远的地方 有他的民生 叫做民生 成长就是在旁边的人 身边的人 周围的人 就是成长 就是他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别人的成长 赞承扬 成长和赞扬 一切都是为了 身边的人 赞扬自己 这样子的话 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这根本就是 非常的在乎 非常的在乎 自己的民生 远处的民生 精处的这个 精处的这个 成长 这样子的话 这个上师 实际上他心里 没有什么佛法了 没有什么佛法 如果他心里有 处理心 有菩提心 真无智慧的人 真无空心的人 会在乎这些吗 他们不会在乎这些的 所以 非常在乎这些的 这个上师 我们发现 他真的在乎这些东西的话 那绝对是 不是标准的上师 所以一定要远离 一定要远离的 然后呢 第五 就是这个 急 臣和忌 臣就是臣 臣 忌就是讥讽 嘲笑 就是很害怕 很害怕别人的这个嘲笑 也就是 就保护自己的名声 非常的在乎别人说他 想一切办法 就是不要有 不要发生这种情况 就是一切都是 不是为了处理心 也不是为了菩提心 也不是为了 为了这个 争悟 一切都是 就为了这些 就为了这八个子 就是为了这八个子 那这样子的人 就就根本没有办法 培养任何的 这个 这个 表准的这个修行人 所以不能离止 然后第一期 就是苦 痛苦 非常在乎自己的痛苦 就是不在乎终生的痛苦 非常在乎自己的痛苦 那么这种人再好 再怎么样 也就是小乘 也就是小乘佛教的这个上师 所以 太在乎自己的痛苦 一切都是 为了消除自己的痛苦 根本就不关心终生 不关心其他人的 那么 这样的人 不能医治 这么自私的人 医治了以后 我们 在他的身上 学不到什么东西 因为他考虑的 都是他自己的事情 根本没有考虑 其他人的事情 都是自己的 所以不能医治 这是第七 第八 就是苦 乐 快乐 非常的在乎自己的快乐 尤其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快乐 或者是下意识 相守人天福报的这种快乐 下意识 这样子的快乐 特别在乎这八个词的话 这个就是说明这个上师 是不标准的上师 不能医治的上师 如果我们发现了 上师是这样子 但是呢 继续还继续医治的话 那么最后我自己 也一定会变成这样子的 我们自己也就是 只在乎这八个词 不在乎解脱 不在乎成佛 不在乎菩提心 就在乎这八个词 那么在乎这八个词 以后呢 就是为了这八个词 那么他做出来的这个试清是什么 肯定是非常不好的 这个当中有可能杀刀阴亡 像杀这样子的 这个罪大很大的罪业 也许会有 但是也许不是不出现 但是刀阴亡之类的 都是很常见的 所以就不能这样子 不能抑制这样子的上市 那如果我们在 很多人也在问这个问题 很多人也就遇到了这样子的问题 开始的时候呢 没有观察 或者是观察了自己 以为可以抑制了 然后呢就是在中途 发现有这些问题了 有这些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怎么办 很多人也很痛苦的 很痛苦 这个灰灯之光里面 灾散的僵果了 我们今天也在这里 也要说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 就遇到这种问题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远离 可以远离 这时候我们远离还是不远离呢 要远离它 如果不远离 继续下去的话 那就是会有更严重的 这个后果 不但是我们学不到什么东西 最后我自己也会变成这样子的 所以一定要远离 远离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在这个之前 这个上师 就是给我们 如果关过顶 穿过法 如果有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远离 但是呢 尽量的 尽量的就是 不要说不好听的话 就是不要诽谤 这个第一个不要诽谤 第二个呢 自己心里尽量的 尽量的减少 对这个上师的这些 不公斤的这些想法 或者是这个 甚至是邪见 尽量的不要有邪见 在这个 这种情况下 远离 就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 也有两个极端 有什么极端呢 第一个极端是 明明发现 这个上师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人 但是呢 因为世俗的感情 因为世俗的关情 因为是世俗的一些原因 因为这些 一些世俗 时间的这个关系 原因 积蓄下去 不离开 那这是一个极端 这样子的话 那一定会有不良的 这个后果 这是第一 第二个极端是什么呢 然后一旦发现了 这些问题的时候 然后就诽谤 诽谤自己的上师 对上师 就有各种各样的 产生各种各样的邪见 这样子的话 这也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之前 已经关过顶了 已经穿过法了 所以到这个时候 不能这样子 如果还没有关顶 还没有穿法 这样子的话 那问题不是很严重了 但是只要有 这个佛法的关系 那关钉 穿法 这样子以后 无论是这个 上师标准和不标准 都要注意 我们当弟子的 就还是要注意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是 不要走这两个极端 就要走这个中间的路 中间的路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不诽谤它 不诽谤它 也尽量的不要有太严重的这些想法 或者邪见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远离就可以了 就保持一定的距离 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样子的话 就是可以 这个也是符合佛教的要求 这样子我们自己也就少遭野 然后我们去换一个 另外一个上师 这样子就可以 这时候我们前几天讲过 这个时候 因为我自己 认定的这个上师 然后就发现 他有这个世间八法 他做的都是世间八法 或者是 他的绝大多数的行为 是世间八法 这个时候 我们对佛教 失去信心 有人说 从此以后就不学佛了 不修行了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 这个非常重要 很多人是这种情况 这个时候 他虽然是 有世间八法 我的上师 但是 不一定所有上师都是这样子 我们不能说这个上师 因为这个上师 因为他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我们就是说 所有上师都有问题 他的这个行为 更不能代表佛法 佛法我们还是要学的 上师可以换一个 可以换一个 这个上师我不一致 但是佛法我还要学 为什么呢 我还是要成佛 那是不是这个上师 这个上师有问题 那我就是不是不需要解脱了呢 因为这个上师有问题 我不解脱 因为这个上师有问题 我就不需要菩提心 处理心 那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比如说 我们在医院治病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医生 没有职业道德的这个医生 或者是根本不懂医的 一个这样子的医生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发现花了很多钱 中途发生的时候呢 那难道我们就是 因为这个医生 就缺医德 我就不治病吗 不是 病我还是要治的 但是呢 我还是换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 我再不让他给我治病 但是呢 病我还是要治的 因为 这个我的治病 跟他标准不标准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我可以找其他的医生 这个才是合理的 有道理的 如果说这个医生 没有这些道德 所以我不治病 这个是没有理由的 这个没有道理的 这个根本就是没有道理 所以我们就是遇到了一个 就是因为自己不小心 不观察 遇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人以后呢 然后就对佛法失去信心 就说我不学佛了 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这是自己的错误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要观察 观察当然 观察 因为我们观察不到尾 观察的时候 也不一定是观察得很准确 如果万一有这种轻狂的话 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尽量地不毁谤 不生起邪见 这是什么 这是保护自己 实际上就是保护自己 并不是保护上师 是保护我自己 因为这个时候 因为我听了法 因为关了顶 因为关顶了 因为穿发了 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去生起烦恼 成恨性 诽谤 这样子的话 对自己不好的 所以这是实际上 这个是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不生起邪见 尽量地不生起邪见 不诽谤 在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远离 但是佛我还是要学的 这才是对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原理 就是要远离 这样子的善知识 远离这样子的喪失 是一定要远离的 如果不远离 那就我们学不到法 人生很短暂 那么这么一个 短短的时间当中 就是我们之前 很多人都没有学佛 根本就不懂佛法是什么 就是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以后 才进入佛门了 那么生下来的 二十岁 三十岁以后 尤其是四十五岁以后 生下来的时间 不是很多了 那么在一个 这生下来的 短短的时间当中 我们必须要找到 一个准确的路 没有时间走完路了 没有时间走完路 所以这时候 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 那一定要远离 一定要远离 远离以后 再找一个上识 我们去学的话 也可以 如果是实在找不到 一个上识 那比如说 我们在网络上 可以听光盘 可以看书 有很多 那这些 就依靠这些 然后修出力性 菩提心 是完全没问题的 如果要修密法的话 那就是需要 找其他上师 这个网络上也不多 但是现宗的 比如说我们 处理心 菩提心 还有一些 空性的 一些简单的修法 也就是像 灰灯之光里面 讲的这些修法 这些基础的修法 这些呢 听了光盘以后 也可以学的 然后听光盘 学 然后照一个上识 连一个穿乘 穿乘 穿了就可以 也不需要经常 跟着这个人 那自己家里修 不就可以了吗 这样子也可以 解决很多问题 那当我们的 出力心和菩提心 都修好了 那已经是到了 很大的 已经是 已经是到达了 很高的境界了 那无我 这个中观的 无我的修法 这个灌修的 胆空的 灌修的修法 也可以听光盘 看书 这样子听 也是可以的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我们 平时我们这样子 就给大众讲课的时候 那大众讲课的时候 我们这样子讲 就是现场的 这些人当中 我们以后也不会有什么 面对面 或者这样子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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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 所以也不会 也不会有 也不会发生什么 矛盾 所以自己学了以后 回去 修行就完了 所以这些都是很保险的 如果没有找到一个 这样子的密宗的上师的话 那可以采取这样子的办法 也是很好的 就是我们这么几百个人 听法 那么现场 听到了 听到法以后 那自己回去学了以后 就可以 这个学到了以后 自己去修行 就可以实际上 意志上师的 真正的意思 就是自己吻思修 学到的东西去修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表准的 意志上师的方法 除了这个意外 不需要什么了 除了这个意外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了 这个很保险的 所以我们可以采取这样子的 措施 还是没有问题的 修行还是有办法的 如果一个上师 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 那也可以采取这样子的办法 这个没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要远离的 然后第二个远离 第二个远离 就是修行的时候的这些道友 什么样的道友呢 昨天我们讲的是 需要意志的道友 真面的 那么现在讲的就是 抚面的 什么样的道友 要远离 远离什么样的道友呢 虽然是学佛的 虽然是学佛的 这些道友都是学佛的 但是有些道友 就是因为跟自己的观点不一致 或者是其他的想法不一致 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 经常让我生气的 经常就是让我不开心的 这样子的道友要远离的 那么我们也会想到 有些人会想到 那么阿底下尊者不就是 专门从印度 带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经常让阿底下尊者 不开心的一个这样子的人 让阿底下尊者 生气的一个这样子的人 他专门带一个这样子 为什么呢 阿底下尊者说 他就是阿底下尊者 修人如 修安人的对经 他带一个这样子的人 那我们为什么要远离呢 这个是有过程的 像阿底下尊者这样子 其实是不需要的 但是这就是一种 教育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目前 我们的忍辱 安人 就是我们的忍耐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非常的有限 所以就是 我们还是要以回逼 以回逼为主 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面对的话 就是不一定我们有这个能力 去面对这么多的 不开心的事情 本来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是 工作的压力 生活压力 然后各种各样 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压力 都堆积在一个人身上 以后很多很多人 都是不开心的 很多人都说 动不动就说 不想活了 活着没有意义了 就是这种人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还有导游 导游也是这样子 经常讲很多的是非 让人不开心的 这样子的话 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修心是很难的 比如说 节律 节丁回当中的 节律是餐顶的基础 节律当中可以产生餐顶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受了节 然后破节的话 然后经常都是很伤心 很伤心 心情非常的不好 非常不开心 因为破节了以后 就趴 躲地狱 这样子 然后就经常 心情非常的不好的 这个时候 产丁 修产丁是非常有影响的 这些负面的情绪 对产丁是非常有影响的 所以对我们初学者来说 产丁是就是心情好的时候 开心的时候 没有什么信实的时候 才能够修得出产丁 所以这个节和丁有关系的原因 也是这样子 当然这个不是全部的内容 只是一部分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 就是有些道友 经常讲这个 施施非 施施非施的 然后就让自己经常不开心的 这样子的时候 这种道友 暂时 暂时要回避一下 暂时回避 然后我自己好好修 安忍 当我的人来的程度 来心的程度 达到一定的时候 我可以面对这种人的时候 然后我再可以靠近他 这个时候 因为我有一定的能力 我有一定的能力 所以他的这些是非 有可能这个时候 对我来说 是一种不但是不是微远 而且是顺远 顺远 修行的一种条件 这时候才能够面对 暂时开始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面对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坦诚持烦恼 是非常的严重 然后慈悲心 这些关于佛法解脱方面的 所有的这些力量 都是非常非常的微弱的 所以这个时候要回避 回避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的这个力量 就是提升了一定的 这个境界的时候 层面的时候 然后去面对 这个时候去面对 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一定的挑战 但是呢 我们这个时候 一定会战胜的 所以去面对 一开始的时候 去面对的话 那么一定会失败的 肯定会失败的 所以还是要回避的 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 大座修行的时候 昨天也讲过了 要到这个清楚 比较安静的地方去修行呢 这些都是这个原因 这些都是针对 初学者 我们初学者的 这个修行的力度 是非常的微弱的 所以这是 任何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情 都对我们来说 可以成为一个阻碍 可以成为一个障碍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尽量的 该回避的时候 就要回避 然后呢 回避以后呢 就关着门 自己端联 训练 缝闭式的训练 训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然后再去面对 那这样子 一定会很成功的 所以经常让我们不开心的 不开心的这个 这样子的这个导游 或者是除了导游以外 其他的人 同师 同学等等 也是一样的 都要还是要远离 经常不开心的话 这个心情呢 就这样子扰乱了以后呢 经常不开心呢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处理心 菩提心 都没办法修 没办法修 开始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修 这个我们把这个阶段 一定要分清楚的 我们训练到一段时间以后呢 然后处理心 菩提心 都基本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 这个时候就没问题了 这时候都没问题 这时候就不需要逃避 这个时候就面对 这个时候就要是面对的 所以这个 训练 比如说体育运动员 他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参加比赛呀 他也就是在一段时间当中 就是封闭式的训练 训练好了以后呢 然后再去参加比赛 才能够拿到冠军 一开始的时候 根本没有封闭式的训练 去参加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大家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还是要挥避一下 这个是实际上是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这时候呢 要保护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经常有些人 就是接触有些人的时候呢 对自己的修行有损坏的 有损坏的 什么样的人呢 比如说 虽然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 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从世俗的角度来讲 他对我非常好 非常地关心我的 一个这样子的朋友 但是呢 他不学佛 他对佛根本就是没有兴趣 然后他就是喜欢什么呢 就喜欢吃喝玩楼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接触 接触地躲了以后呢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拒绝 然后就跟着他去散乱 去各种各样的这些娱乐场合呀 就没有必要的地方去逛街呀 等等 然后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自己本身是有一点点 处理性和菩提心 但是呢 因为这种场合去躲了以后呢 处理性和菩提心 都慢慢慢慢地开始当华 最后消失 有这样子的可能了 所以 这种朋友的这个 脚王的这个 分寸要把握好 这个是有分寸的 所以 因为朋友啊 所以根本不接触 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种人呢 他自己的这个 甘兴趣的 和他追求的 跟我们追求的是不一样 不一样 从世俗的角度来说 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呢 理想不一样 追求不一样 所以就是说 不是统路人 不是统路人 所以不是统路人的两个人 在一起的话 那就是相互之间 一定会有影响的 那么我影响他 还是他影响我呢 如果我修心修到 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 他不是他影响我 这个时候 肯定是我影响他 这个时候呢 多接触一些这种人 这些人 有可能我可以 因为我的这种 慈悲心和修心的感染力 然后他们也就会 慢慢慢慢学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时候 应该接触 没问题的 但是开始的时候呢 如果经常跟这种人 在一起的话 这个时候 不是我影响他 肯定是他影响我 为什么呢 他追求的这些 这个吃和瓦乐 我也很喜欢的 我也是很喜欢的 然后呢 他的 但是我的这个 出力心 菩提心这些东西呢 是已经是很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成长 所以就是像我们 没有抵抗力一样的 这个时候 没有抵抗力的时候呢 比如说 少少的肝猫 也会 对这种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会影响我的 因为他喜欢的东西 我也是喜欢的 然后我的这个 抵抗 这些东西的 这个力量呢 是很弱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个 不受他的影响 所以这时候 不能接触 尽量的 尽量的不要接触 这些人 我们修行 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才可以接触 这些人 所以佛 度化终生 也是这样子 释迦牟尼佛 所有的这些 大乘佛教 还有这个 小乘佛教 一直都强调这个 包括密宗 都说什么呢 当我们 闻思修行 闻思 我们学了 很多很多东西 掌握了 很多佛教的 这个知识的 知识之后 要干什么呢 就是要封闭起来 修行 就是要封闭起来 自己封闭起来 把自己把自己 封闭起来 修行 训练 没有说 我们学到了以后 立即就 投入到 度化终生的行业当中 这个不能这样 为什么这时候呢 虽然是我们 理论上学得很好 理论上学得很好 但是这些理论呢 在现实生活的 过程当中 这些理论 这些理论 都是不起作用的 不起作用 它没有力量 来控制 控制我们的贪心 嗔恨心 难夺 都它没有这个力量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封闭起来 封闭式的去 修行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们 没有办法 封闭一年 三年 九年 没有办法的 但是呢 还是要适当的 把这个时间 安排好 必须要每天都有 几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至少也半个小时 这样子的时间当中 把门关起来 电话管了 不给外界联系 然后至少在半个小时当中 是封闭式的训练 这就是叫做大做 这叫做大做 这样子以后 可以跟这些人在一起 这个当中 我们说的是两个 一个是 有些人 经常让我不开心的 这些人 要远离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天天不开心的话 我没有办法修心 修心 修铲钉 这些都是从母前的情况看 从母前的情况看 它的前提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没有任何的心事 心没有烦恼 开心的 这种情况下 才可以修得出来 这些负面的情绪 毁灭性的情绪 都在我们的灵性当中 活动的时候 心根本没有办法静下来 心没有办法静下来 怎么修呢 修不出来的 禅丁是没有办法修的 所以这些人 还是要远离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虽然不是经常 让我不开心 但是呢 就是因为 让我经常开心 然后让我就带到 这些各种各样的地方 去吃呀喝呀 一个是很让我开心的 一个是非常不让我 很不让我开心的 就这两种人 是要远离的 这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大做的时候 因为我们刚刚开始 学佛的时候呢 要保护自己 要懂得保护自己 当然我们不可能 跟任何人都不联系呀 跟这个社会各个不入啊 这样子的话太极端了 也不能这样子 从表面上 有时还是要随损的 但是随损当中呢 还是要有原则的 也不能没有原则 也不能太极端 太极端了以后呢 然后朋友啊 这个同学啊 任何人都 任何人都 没有办法接触 没有办法接触 这样子以后呢 到时候 所有人都把它当作怪物 或者是依类 这样子来看 这样子 那我们学佛的人 每一个人都变成这样子 那最后是什么样子呢 学佛的人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依类的群体 最后就变成一个这样子 所以也不能太 这个 个个不入 但是呢 必须要有原则 不能没有原则 所以我们接触这样子的 这个朋友 这个持读粉存 要把握好 这个是第二个 如果严重的 这个 让我不开心啊 然后呢 这个我的文思修行 都要瞎讲的话 那就是要远离 远离 这是第二个远离 第二个远离 如果是一个上师的话 这里面也讲过了 如果是一个上师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 这个眷属当中 他的弟子当中 有这样子的人 而且上师 他自己的境界 也不是很高 还是要受这些 外界的影响的时候呢 那也要远离的 这样子弟子 也要远离 远离这样子的弟子 远离这样子的朋友 远离这样子的导游 这样子 这是第二 如果我们真正想修行 希望有进步的话 那就是要 要从这些 这些上面要做好 这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 第三个是我们昨天讲了 这个要一直清楚 一直清楚 然后今天讲的是 这个对立的 对立的 相反的 相反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地方 有很散乱的地方 散乱的地方 就是说非常容易散乱 根本就心经不下来的 这样子的地方 很吵劳的地方 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 这种娱乐场所 商场 什么都很多的地方 然后呢 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学佛 进步记这些考研 一会儿有逛街 一会儿有吃饭 一会儿有到 喝咖啡 然后一会儿有 喝茶 又跟朋友聊天 一定要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都不知不觉当中过去 这样子以后呢 这种地方不能待 这个地方不能待 要远离 要远离的 如果在这个地方 时间长了以后呢 那就是因为 我们开始 刚刚学的时候 就是受这些影响 所以就不能待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虽然是金楚 金楚是比较安静的地方 安静的地方 但是这个安静的地方 比如说有自然灾害 或者是有这些 这些猛兽 像老虎呀 等等的攻击呀 或者是有坏人的地方 就强劫 这样子的地方 也不能待 就是这样子的地方 没有安全感的地方 也是不能 虽然是很安静的 但是没有安全感的地方 是不能待的 尤其是女性的修行人 这方面的要求 非常严格的 这个佛陀的 这个节律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了 女性的修行人 不能待这样子的地方 男性也不能待 第一个 安静是很重要 但是安全更重要的 虽然是很安静 但是没有安全感的地方 那就是 这个地方待下去了以后 这个后果有可能 比不安静还严重 所以这是我们 要远离这样子的地方 这样子的地方 无论是城市也好 很炒老的城市 或者是周边 有很多很多人事的朋友 然后就经常都是 只要不上班了 有一点点时间的时候 就把这些朋友交去玩 就是有这样子的地方 这个地方还是要远离的 要搬家 这个很重要了 这是第三个 第三个远离 第三个远离的地方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是这个 谋生的方式 就是生存的方式 我们生活的方式 这个很重要的 以头刀 强劫 然后就是诈骗 以这样子的某神 是必须要远离的 不能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赚钱 佛教徒 就是说 不能以杀刀阴亡 就是跟杀刀阴亡有关系的 这样子的 不能做这种工作 不能经营 这些 比如说一些不正当的 娱乐场所 不能经营 佛教徒 然后就是跟杀生有关系的 比如说 有些残鹰 比如说吃海鲜的 杀鸡的 杀鱼的 等等 这些 也不能经营 佛教徒不能经营 这样子的 不能充实这样子的工作 这个很重要 开餐阴 就是跟杀生有关系的 那就是每天都杀多少生 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 像肯德基 这样子的 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佛教徒 还是不能参与这样子的工作 反正 总而言之 这是对恶业 有关系的 有直接关系的 跟杀盗 阴亡 有直接关系的 这些工作 不能充实 佛教徒不能 佛教徒不能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生活 不能选择这样子的谋生 尽量的 尽量的 我们世俗的这些 很多很多的工作 很多很多的工作 就对这些罪业 对罪业 有可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但是我们跟罪业 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种工作 要造一个这样子的工作 可能也有一定的难度 能够造 当然是很好了 但是非常严重的 就像刚才我们讲的 这两个 就是不正当的娱乐场所 还有就是有些残阴 除了熟食 熟餐厅以外的 这些很多的残阴 绝大多数都是跟 十二爷非常有关系 有直接的关系 这种不能经营 我们要选另外一种谋生 就是选另外一个工作 这个佛教徒不能去做 有人说 这个我不做了 但是还是有人做 不就是一样吗 这个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 天下所有人不杀生 这个我们做不到 但是我自己能做得到 我不杀生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有能力 天下所有的人都不杀生 那这个很好 但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其实这个是一种借口而已 那我没有办法 让所有人不杀生 这个我没有办法 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有能力 我自己不杀生 那就好啊 我自己可以不杀生就可以了 其他人如果有能力 那就是以后再说 首先从我做起 然后其他的这些都是这样子 我们必须要 这个要深重地考虑 游戏谋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非常的恐怖的 跟直接跟杀业有关系 不但是跟杀业有关系 每一天都杀多少条生命呢 这个非常非常恐怖的 非常的恐怖的 所以不能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生存 还要选一个其他的相对来说 没有太大的罪业的一个这样子的工作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佛教徒千万不能参与这样子的这些工作 不然的话这个罪过也是很严重 这是要放弃的 第四个放弃 要远离这样子的谋生 要放远离 然后第四 第五个 第五个远离是 自己不开心的工作 但是我们很多人的工作都是不开心的 不是自己相做的事情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要去做 就是为了生存要去做 但是有些工作 有些工作是对自己的心情 有很大的影响 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做了这个工作以后 非常不开心的工作 这个不能做 这个不能做 时间人也懂 这个不能做 那为什么说这里要强调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要修餐厅 修餐厅 修餐厅这个刚刚讲过了 餐厅的基础 修餐厅的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心情好 才能够修得出餐厅 心情不好的时候 餐厅很难的 当然比如说我们证悟了空性 已经证悟了空性 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以证悟空性的 这个指挥去面对的话 就是说不定是更好的 这个下面明天后天的 这个课里面它会讲的 所以这个是要分清楚 要分清楚的 阶段要分清楚的 我们一个人 比如说两个人 一个人是没有证悟的 一个人是证悟的 那么对他们两个来说 这个要选择一个 什么样的工作 是不是一定要选择 开心的工作 是不是千万不能 完全不能做 这个不开心的工作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不能这么说 证悟的人来说 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有些时候 他不开心的时候 以这种方式去面对的话 那就是对他来说 也是一种训练的方式 对他的进步 也有很大的帮助的 但是我们根本没有 这种能力的时候 那就是没有什么 可以东西面对的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 不能去面对 这个时候就是要逃避 这个时候以逃避为主 回避 这时候要回避的 然后一个人 两个人我们刚刚讲的 两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那么一个人的 刚刚学佛的时候 跟修了一段时间 以后的这个情况 也有变化 所以这两个人的阶段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没有 没有这个证悟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要 就回避的 远离的 然后有一定的 这个修行的 修整的时候 不需要远离 不需要远离 然后菩萨的 争得了菩萨的 一地以后 一地以后 那就更不能 更不能远离 更不能远离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 自己已经有 已经有很大的 很大程度上的把握 然后就是有 这个境界已经很高了 这个时候 可以帮助 非常非常多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 是不允许远离的 这个时候 菩萨的远离是什么 就像释迦牟尼佛的 发愿一样 释迦牟尼佛当初 还没有成佛的时候 他怎么样发愿的呢 他的心愿是什么 他就是要 到最糟糕的这个世界 里面去度化终生 而且就是 终生的烦恼 非常严重的时候出现 终生的烦恼非常严重 非常糟糕的时候出现 然后到非常糟糕的一个世界 去度化终生 释迦牟尼佛的原理 是这样子的 就像有一些 很有爱心的人 就到像非洲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非常贫穷的地方 非常罗厚的地方 愿意到这个地方去当义工 不愿意到这个发达的地方 去做事情 就是愿意到这些地方 去做事情 就是因为他很有爱心的人 同样的 菩萨就是这样子 当自己有一定的能力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一定要发愿 就像地藏王菩萨的发愿一样 这个时候到地狱 到出生道 到恶归 或者是人间的最酷的地方 去度化终生 这个时候是不允许离开的 一开始的时候 不允许接近的 然后在中间的阶段当中 适当地把握 这个分寸就可以了 所有的佛教里面讲的 所有的这些修法 或者是我们的这些 行为 截律 这些所有的要求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一开始的时候 非常地认真 一定要用这些来约束 严格地要求自己 然后再到了一定的时候 就是有一定的能力去面对 稍微宽松一点 最后的时候 不受任何的先知 不受任何先知 他完全就是脱离了 这些所有的先知 到达一个非常自由的境界 所以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当中的人 修行人的要求 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一样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主要是要回比 要回比的 但是我们今天 像这样子的社会当中 就是要求太严格的话 那就很多人看不惯 包括家里的人 也看不惯 然后就是家里 本来比如说一个人 没有学佛之前 这个家庭是很和睦的 然后其中一个人 学了佛以后 然后就家里发生 很多很多的矛盾 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吃俗了 另外几个人就不吃俗了 所以每一顿饭的时候 就抄家 或者是这样子的 还有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行为 下面 所以我们还是要懂得随身 懂得随身 也要有这个原则 既有原则 又懂得随身 这个是最好的佛教徒 这是远离 要远离这样子的工作 就是对心情不好 对心情有很大影响的工作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对修心有损坏的工作 对修心有损坏的工作 很多很多的工作 都有可能对自己的修心有损坏 比如说每一天都要加工的 加班的这样子的生活 这种工作呢 有可能对修心是很大的损失 因为这样子以后 没有时间修心了 就是没有修出离心和 没有修好出离心 菩提心的人 就是每天这样子加班以后 根本就没有办法 升起出离心和菩提心 稍稍有一点点出离心和菩提心的人 每天这样子加班以后 就是有一点点的出离心 但是从此以后就慢慢的淡化 最后就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了 所以这样子的高度压力的工作 对自己的修心 还是有一定的损坏的 还有有些工作 经常需要撒谎的这样子的工作 那可能也就不适合了 等等 就是要等等 很多工作对我们修心 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尽量地回避 就是这个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我们对物质的生活的要求 不能太高了 不能太高 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 比如说一个人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而且现代都是人的一个 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这个基本的生活需求是什么呢 不是说几百年前 几千年前的生活需求 这个是很简单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一个都市人的 基本的这个物质生活需求 达到了以后呢 然后剩下来的全部都是虚荣 全部都是虚荣 所以这些虚荣 这些东西呢 不要去追求了 真正生活当中需要的 那就是这些基本的生活 这个达到了以后呢 就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 给自己一点点的空间 给自己一点的自由 那么这个时间和空间和自由 用来修心 这个修心是内在的进步 这个内在的进步 内在的这个精神生活 会很丰富的 这个时候呢 这个精神生活很丰富 远远可以超过物质生活的 这个丰富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 这两个的平衡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对修心 有很大的阻碍的工作 然后呢 对心情 有很大的影响的 这种工作 尽量的如果有这个条件 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 尽量的回避 这个条件呢 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需求 这个虚荣不是很 虚荣的这个要求 不是很高的话 那其实这个是可以做的 每个人都是可以做的 所以 这是这个调整 是很重要的 还是要多给一点点 给自己多留一点空间和时间 这个很重要 这是第五个远离 就是 对自己的心情 有影响的 对自己的修心 有损坏的 这种工作 要远离 这是这里 今天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会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